据报道 黄马准备在今夏豪至9000万英镑 收购切尔西右后卫李斯詹姆斯 出自切尔西清训的李斯詹姆斯 在2019年5月份上演切尔西一线队首秀 去年9月份 李斯詹姆斯刚跟切尔西签下一份6年长约 周星暴涨至了25万英镑 一跃成为了切尔西队史心水最高的后卫 但因为伤害了 并缠身他在本赛季应超28轮过后只出场过13次 其中12次首发登场 但是根据Football Insider的消息 黄马仍然想在本赛季结束后 引进这位23岁英格兰国角 并愿意为他支付9000万英镑的转会费 目前李斯詹姆斯在德国转会市场上的身价为7000万欧元 该报道补充说 安切落地的球队对李斯詹姆斯很感兴趣 但切尔西有信心留住这名右后卫 李斯詹姆斯被视为非卖品 切尔西准备拒绝任何对他送上的报价 主力右后卫卡瓦哈尔已经31岁了 黄马想引进李斯詹姆斯来顶替他 或者与他竞争也是比较合理的 在右后卫的位置上 安切落地很多时候甚至安排巴斯克斯去客串了 除了右后卫之外 其实黄马的左后卫也是一大隐患 费兰门迪实在不能令人放心 而且还有玻璃属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